花莲唯一彩虹自行车道坐落在吉安乡 由吉安乡公所建置6.6公里的木瓜西畔休闲自行车道 七彩缤纷彩虹护栏相连而成 而沿着木瓜西畔串联到光华河岸相互的呼应 成为超级吸睛的打卡新地标 乡长游淑珍在工程验手阶段 亲自率领着乡公所团队试诚体验 检视它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期望在未来正式开放之后 能够带给乡亲以及观光客一种优质的享受 吉安乡公所向体育署争取了木瓜西畔休闲自行车道工程计划 获得4000万元补助款 打造全花莲唯一彩虹自行车道 目前完工了正在办理验收 向来游淑珍率领公所团队 先行以自行车体验方式来进行工程检视 不仅借由直接体验获得建议和回馈 也要提升团队的士气 凝聚详心力 吉安乡还乡自行车步道 已经激进完成 最后我们6.6公里的 这个木瓜西的自行车步道 在我们缤纷色彩的这个我们的执行之下呢 带来非常多幸福快乐的氛围 我们已经激进竣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由吉安乡公所的团队先来做事期 把我们的最适性的或者是必须要改善的 我们一并的让我们来亲身的经历跟体验 做一个最完善最完备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来呈现给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以及我们所有的观光客 为在吉安乡最南侧的木瓜西畔 休闲自行车道可以串联到花莲大桥连接 衔接全乡面积最大的环保运动公园 光华河岸自行车道 排开农场 新天堂乐园 货柜星巴克 华人海提自行车道 继续向西可以沿着七角川西旁的 清水线自行车道 青山线自行车道 形成完善的环乡自行车道步道系统 乡长游淑珍表示 6.6公里的彩虹自行车道 在验收期间开放民众市旗 也欢迎乡亲共享体验 借旅会捐商报导